以西結書第38章 另一個信息從上主臨到我 人子,你要轉身面向馬國地的歌甲 就是統治米徹、土巴國的王 針對他說預言 把這個來自最高上主的信息傳給他 歌甲,我與你為敵 我要使你調轉過來 用勾子勾住你的下巴 把你和你的全軍牽出去 就是你的戰馬 全副武裝的車夫 以及拿著盾牌和刀劍的大隊人馬 波士、埃塞比亞和利比亞人 全都要全副武裝加入你們當中 過廟人和他們所有的軍隊也要加入 連同遙遠北方的白陀加馬軍隊和其他許多軍隊 都要準備好準備停當 把你周圍的軍隊調動起來 指揮他們 過了狠狗之後 你就會奉命行動 在遙遠的將來 你要向以色列地猛撲 那時以色列已經從戰爭中恢復過來 他的民眾已經從各地返回以色列的群山 安享和平 你和你的所有的盟友 一支龐大而令人畏懼的軍隊 要將暴風雨般席捲他們 如同黑雲籠罩那地 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到了那時 惡念要進入你的腦海 你要圖謀惡計 說 以色列是一片沒有防衛的土地 到處都是沒有長門的村莊 我要向他進發 消滅那些活得自信的人 那些從前荒涼的城鎮如今鑽滿 從被老去的各國返回的民眾 你要到那裡去掠奪大量的戰利品 因為那裡的人現在擁有無數生畜和其他財物 他們以為全世界都在繞著他們轉 但士巴人、抵彈人和他師的商人要問 你真以為你召集的軍隊能搶走他們的金銀嗎? 你以為你能趕走他們的生畜 奪取他們的貨物獲得戰利品嗎? 因此 人子 你要對歌甲說如言 把這個來自至高上主的信息全給他 我的子民在他們的土地上安居的時候 你要開始有所行動 你要從遙遠北方的家鄉出來 帶著你的大隊騎兵和強大的軍隊 攻擊我的子民以色列 將雲一樣覆蓋他們的土地 歌甲 在遙遠將來的那個時候 我要在眾目攜攜之下 帶你來攻擊我的土地 在你身上發生的事 要顯出我的聖結 這樣列國就知道我是上主 至高的上主問 我多年前談到的那位就是你嗎? 那時我通過以色列的先知宣告 將來我要帶你來攻擊我的子民 但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歌甲入侵以色列地時 我的怒氣要沸騰日出 我在疾恨和怒火中宣告 那天以色列將會有大地震 所有生物包括海裡的雨空中的鳥田野的獸 在地上爬行的小動物和所有人 都要在我面前嚇得發抖 群山要傾覆 懸崖要崩潰 腸喚要倒塌 至高的上主說 我要召喚刀劍 在以色列的各個山江攻擊你 你的人要用刀彼此攻擊 我要用疾病和殺戮懲罰你和你的軍隊 我要講下暴雨、冰雹、火和燃燒的硫磺 這樣我要顯出我的偉大和聖結 要世上萬國的人都認識我 那時他們就知道我是上主